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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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经纬的情报证实了 日本人还有一支部队进入了边境 中央要求你们必须假象全面解决 是 那个牙科门诊发现什么问题了没有 这事还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凭我的直觉 那个牙医绝对不是真正来延安行议的 他应该是一个潜入的特务 我同意你的看法 我同意你的看法 在没有发现问题之前不要动 这牵扯到回国划销问题 弄不好让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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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桶去 你去吧 师爷 街头的人都安排好了吗 还让您的吩咐 街头的人早已安排好了 再过一会儿 他就出发 这几天我是反复的琢磨 共产党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大董家 你打退堂鼓了 我这不是打退堂鼓 我是说 我们与事 得多加小心 要加十万分的小心 街头的人 可靠吗 今晚去接应的那个人 现在就站在你面前 你亲自去 对 我亲自去 别人去 我也不放心 再说了 咱们早说好了 此事在跑寨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你亲自去 这我就放心了 老爷 夫人叫您 这都什么时候了 他准备好了没有啊 刚说是好 只是夫人公走 叫他快一点 去去去 谁呀 走 跟我去看看他娘俩去 大董家 夫人不肯走 尹可得好好劝劝他呀 昨天晚上说得好好的 这怎么又变了光 跟他二姨呢 走动走动 连了一下感情 将来啊 好叫他儿子 到西安上学去 这 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真是这样 那 哎呀 我你还不相信吗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你得向我保证 我 我想你保证什么呀 向我保证 向我保证你没有二姓 夫人啊 你 你看我是那种人嘛 我 我要是早有二姓的话 我们就早 早找姨太太了 我至于等到今天吗 好了好了啊 来 来 夫人啊 大东家 颜值有礼啊 如果要娶一太太 大东家不早娶了 你说是不是啊 夫人啊 我知道他不是那种人 可是他一定要向我保证 要不 我坚决不走 我向你保证 向你保证 我要是有二姓的话 我天诛地面 遭了一批 不得好死 这可是你说的 事业也听见了 院也在这 你们要做对不起我娘俩的事 天主公 你就放心吧 夫人 快走吧 车都备好了吗 都备好了 直到 夫人 夫人和少爷 上车了 好 进上车 上车 进 进 来 叫爹看看我这宝贝儿子 爸爸你多久去西安街啊 我们呀 爹过一阵子就去谢你了 咱们 走 走 跟你娘一块坐大马车 爹 我去的地方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等爹接你的时候 带你玩个够 爹 你现在再不能陪我去吗 爹在家里挣银子 挣多多的 给我儿子买吃的 买穿的上车 来来来 来 慢点 云儿啊 路上要好好照顾他们娘俩 到了那儿打个信回来 师爷 我不在家了 你可要把姥爷照顾好 夫人 你就放心吧 我会照顾不好的房间 会 把姥爷放下来 放 放 给 放 嗯 走了 走吧 走吧 来 走 你感觉怎么样 舒服多了 那就好 这两天呀 你不要用不过牙齿的地方嚼东西 更不要吃过硬的东西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大夫 医术不错呀 你做牙医多长时间了 好 在国外 我念的就是医科大学 对了 听说你从新加坡过来的 来这一路挺非周折吧 是 很周折 是 回国 回国后 我先到了重庆 没想到重庆政府那么腐败 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那后来呢 后来就来延安了吗 是啊 后来 经朋友介绍 我来到了延安 感受到延安 来 来 拉嘴 老爷 大董家 夫人 夫人孩子都送走了 我也该上路了 师爷 路上要当心的 你放心大董家 有我在 日本人别动队就在 我相信你 师爷啊 你在我这干了已经二十多年了 虽是我是东建 可我从来 没拿你当过外人 出的就跟亲兄弟一样 现在咱哥俩 是风与同舟 生死于宫了 就中这大董家的这份情谊 我死也认了 上路吧 告辞了 告辞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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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长 刚才延安方面传来消息 今天有个女巴露 去了牙科门诊 你巴露 去了牙科门诊 是不是 烟区保卫处副处长燕熙呢 他去牙科门诊 看来他的嗅觉真够灵敏的了 你马上终止以牙科门诊 一切联系 是 对 站长 我们何不想个办法 除掉这个燕熙 除掉燕熙 这一夜 不是那么容易的 以陈俊炎介绍 他才知过人 包括那个周进 他们都是敢间谍的好手 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更要想办法 除掉他们 那个周进去对付日本人的别动队了 现在延安 只剩下燕熙一个人 现在 就是一个机会 是机会 但是 用什么方法 米小姐 你有什么良策 他不是盯上了那个牙科门诊吗 我们不如来个将计就计 将计就计 这个办法不错啊 接下来 谁去执行这个任务 燕熙可不是一般人能对付得了的 延安方面不是还有我们的人吗 你说的是老鼠 不行 他可是我们打入共产党内部多年的特工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能暴露他的 站长 如果真能除掉这个燕熙 这还是值得的 并且还能为纪元清除一大威胁 要是这样的话 除掉燕熙 的确是为陈继元清除了一大障碍 满烟了 卖烟了啊 卖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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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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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